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今天我们继续关注精准扶贫一年间 福建省地处中国东南部东海之滨 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 它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但实际上按照全国以人均年收入低于2736元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 福建省大约还有农村贫困人口50万人 和其他一些省份相比 人口数量听上去虽然不算多 但是这些贫困人口多处于地理位置偏远 交通和经济发展条件较差的山区革命老区 福建省提出了2018年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这个目标能否顺利的实现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去福建看一看 听听福建省省长与伟国怎么说 福建省海域辽阔 全省海岸线长达3324公里 居全国第二位 厦门 漳州 泉州等沿海城市 区位优势突出 经济发达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地处福建西部山区的龙岩市长厅县 山地面积388万亩 耕地面积只有44.2万亩 属于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县 眼前看到的连片破旧木瓦房 就是长厅县的坡湖村 用木板钉起来的门窗四处漏洞跑风 摇摇欲坠的碎瓦片 显得房屋风雨飘摇 村民料连连的家就在这里 四个长坡就是这样子 弹一个长坡 这样弹一个长坡 这刚天住过几个人 对啊 四个人住的嘛 廖连连所在的坡湖村 位于武夷山脉南路 这里土地贫瘠 交通闭塞 即便辛苦耕种一年 到处的粮食也是微乎其微 更不幸的是 五年前 廖连连的丈夫 在一场意外中身亡 家里为了供养两个读大学的孩子 欠下两万多的外债 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廖连连 一个人身上 自己就是最好出去打工啊 赚点钱给孩子读书啊 在家里赚没钱 当天是我这两不去才 一个人一毛地才两毛地啊 不多啊 赚了的不够 吃的不够了 长厅县是福建省二十三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终点县之一 像坡湖村这样的贫困村 有七十八个 像廖连连这样的建党利卡贫困户 就达两万零九百多人 他们大多散居于自然条件恶劣的山区 自我发展能力弱 贫困程度深 自然因素成为脱贫的巨大障碍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习近平总书记还在福建工作时 就亲自制定了 关于进一步加快山区发展的决定 明确山海联动发展的战略方向 路径设计和制度安排 依托福建丰富的山海资源 开展经济协作 内部造力 大手牵小手 对口扶贫缩小贫富差距 余省长 那说到福建省呢 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是觉得他 衣山傍海山清水秀 而且觉得福建经济挺发达的 很难会把福建和贫困 这两个字联系到一起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贫困的地区的存在 福建的贫困最主要的 还是它的自然环境形成的 于伟国福建社省长 1995年到厦门工作 2006年任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 2009年任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 2016年出任福建省省长 可以说在福建省既有东部 像沿海这样的 也有西部 山区就是西部 另外呢大家都知道 福建 八山一水一分地 山区占了80% 地 只有一分 而这些山区呢 又往往是当年的中央苏区 革命老区 这些地区 经济 比较落后 资源匮乏 在90年代 全省 当年 总书记在福建工作的时候 就提出了一个 山海协作 对口 帮扶的 这样一个机制 也就是说 用沿海这一带 相对富裕的地区 来对口 帮扶 背后 山区 这一带 比较贫困的 农村 和贫困的群众 从2013年开始 福建的沿海城市 近江 就率先注资 9500万元 与福建内陆山区 龙岩长厅县 结成资源优势互补联盟 建立了福建省第一批 山海协作产业园区 幸运的是 经过当地扶贫部门的筛选推荐 料连连 进入园区里的一家食品加工厂 成为一名产业工人 他的主要任务 就是食品包装 现在一个月 能挣2400多元 企业为了照顾离家远 经济又困难的员工 还在厂区 盖起了职工食堂 建起了免费的职工宿舍 吃住都能在工厂 解决的料连连 终于感受到家的温暖 我当家养 过年的时候2000块钱 还有孩子还读书的时候 有个2000 像料连连这样 在园区企业里 办理了解脱困登记的困难职工 就有36人 为了扩大帮扶对象 福建省还开启了 民企帮村的精准扶贫政策 料连连所在的坡湖村 就有建党利卡贫困户 11户41人 低保户26户38人 这些人最终都会由企业来兜底 达成对口帮扶 我们还与长廷县的四个村建立了对口帮扶 给予一定的项目资金 去支持他们 还有就是我们的签名的员工 都是来自于各个乡镇 有90%以上的员工 都是我们周边的村民 就在廖连连走出大山 走进产业园区 开始新生活的时候 松林村的贫困户陈东秀 正和丈夫一起抢干工期 采摘地里的槟榔玉 从2014年开始 产业园区进驻了槟榔玉 深加工企业 每年的收购价格稳中有升 看好行情的陈东秀 加入了合作社 把理了小额贷款 今年一口气就承包了五亩地 这是今年最后一波采摘季 槟榔玉这几天的价格 已经从美金2块8 涨到了3块2 园区企业的收购商 就驻守在田间地头 陈东秀最后两分地的槟榔玉 更打包好就上乘出售了 没错 没错 两千块 大概是多大重量的 两分地 两分地 1200斤左右 陈东秀五亩槟榔玉 有七八吨的收成 今年算起来 有三四万元钱的收益 这一下子就能摘掉贫困户的帽子 不仅如此 今年三月份 陈东秀和丈夫 还在厂里找到了 清洗槟榔玉的工种 两人又多出一份打工收入 这会儿正好是中午一点钟 还能赶上槟榔玉加工厂下午的生产 两人没顾上休息 就往厂里赶 越来越有笨头的生活 让他们浑身有始不完的劲 我们还可以装车啊 七七八八上起来了 就可以拿一万块走 一万多块 两个人是吗 对啊 我一个人可以刮一头 我都可以刮四千多块 种植面积达七万亩地的冰榔玉 是长厅县 获得国家地理标志的支柱产业 特别是山海协作共建园区 进入了加工企业后 龙头企业带动基地 农户五万六千多人 帮扶了像陈东秀这样的贫困户 七百四十多人 而且立足产地资源 在种植 加工 物流 全产业链产值达两亿多元 山海协作 优势互补 在这里开始了大胆尝试 前线单闽南企业 就有120多家落户在我们厂厅 带动了我们近万人的就业 同时建党立垮的贫困人口 有960个人在元旗里头的企业务工 每业工资在2600块左右 比如说以龙岩长厅为例 您觉得在这个机制之下 究竟怎么发挥了海边的资源 来让山里的人实现的脱贫致富呢 当年总书记在福建工作的时候 就确定由沿海发达县市来对抗 那么现在就是由我们的泉州 静江市来对口帮护工业长厅县 静江大家知道最早兴起了乡镇工业 包括沿海的各种企业的发展 经济相对发达 那么它利用自身的这样一种经济条件 首先在财力上给予支持 累计到现在静江支持 长厅已经有1亿5000多万 再一个就是共建产业园区 因为财政支持毕竟是有限 那么产业发展 产业扶贫 才是比较长的摇钱树 那么他们进一步把相关的工厂设到了长厅 既吸引了广大贫困群众到这些工厂去务工 更重要的是把相应的技术理念 带到了这些落后的地区 久而久之这样的当地的群众 不仅能够自己打工挣一份钱 而且他们学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些 自己出去创业一些办法 那您认为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 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这么一个帮扶机制 实际上是在省委省政府的总体领导组织下进行的 每年要进行检查 每年要进行问题的倒查 年度任务完成的好 是因为什么 年度扶贫任务有些没有完成 又是因为什么 再一个就是县是主体 这23个沿海县对23个三区县这样一种对口 县与县之间进行的应该说是非常深入 非常扎实 为了实现2018年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 福建省印发了十三五扶贫开发专项规划 提出2016年到2020年每年按该省上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千分之二筹集资金专项用于精准扶贫 而福建省组织实施了六大重点工程促进扶贫开发增实效建成效 这六大重点工程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山海协作共建工程以外还有扶贫搬迁造福工程 造福工程给老百姓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再一起去看看 这里是福建省宁德市三沙镇的东山海区 从凌晨五点钟天光渐亮到朝阳初起 海域里哒哒哒哒响起了船只 拉开了一天当中最忙碌的收割紫菜的序幕 谢启凤和他的父亲兄弟四人开着一台自制的收割机穿梭在十八亩的海棠中 这有紫菜就好了 它颜色也比较漂亮 谢启凤的十八亩海棠能产出五十吨左右的新紫菜 每年能从九月份开始收割到第二年的一月 如今能畅游在海上收紫菜 这是以前住在深山里的谢启凤想都不敢想的事 而这一切都要得益于宁德市霞浦县开展的整体搬迁造福工程 2012年他们全家从山区搬迁到了临海的东山村 在这里学会了紫菜养殖 而在东山这片海域 像谢启凤这样新来的搬迁户有八十五户 养殖面积达两千多亩 新紫菜一上岸 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抢收抢装 不然就会影响卖相 谢启凤的紫菜刚运到码头 东山村紫菜加工厂的收购商 就带着附近村民开始打包运输 谢启凤一边数着装好的紫菜 一边帮着装运 满头的汗水都没顾上舱 从凌晨五点忙到上午十点 十八目紫菜装了五十五大包运输上岸 靠海吃海 每天日进万元的收益 让谢启凤高兴的合不拢嘴 几年前 他们一家人还住在大山深处 那时村里有120多户 500多人 大部分群众都分散居住在深山里 这一天 谢启凤带领我们爬山 过河 徒步走了两个多小时 才回到他位于虎家山自然村的老房子 这些用竹片编织成的席子 便是房子的墙壁 有些房盐还没有任何瓦片 全是用稻草和泥巴堆起来 破旧的房屋随时都有倒塌可能 显得不堪一击 你看外面如果下雨大雨落下来的里面都是小雨 然后这边泥 以后就变成湿漉漉的 踩下去都是泥巴 这样 那你们这茅草屋多久的时间需要翻修一下吗 一般两三年就要路了 2012年 谢启凤全家告别了贫困落后的胡家山村 由政府统一安排窄基地并补助资金 在离海更近的东山村安家落户 眼前这十几栋崭新漂亮的多层住宅楼 就是他们搬迁的新具 这里不仅配套了广场 还有社区服务中心 搬迁后的东山村 现有人口413户 1560人 其中奢族人口1150人 是一个整村搬迁集中安置的少数民族村 同样是大山里的贫困户 为什么对他们用的是异地搬迁的这样的一个脱贫工作 对他们来讲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福建因为80%是山区 而且其中相当部分的山区 由于非常偏远 自然条件非常艰苦 总书记当年在宁德地委工作的时候 1988年他就提出来 就是对这些自然条件比较偏远 艰巨的这些村落 要进行整村搬迁 当时是叫船民要上岸 还有呢就是山区 偏远山区的村民 下山 让他们整村搬迁 从1994年开始 22年来 福建全省实施造福工程 累计搬迁142万农民群众 整体搬迁了7000多个自然村 建成各类集中安置区3000多个 其中百户以沙安置区501个 近年全省落实了搬迁人口16.56万人 落实集中安置区210多个 从2012年到2015年 福建省每年安排1亿元 用原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 据统计 百户以沙安置区 平均投入基础设施配套资金500万元左右 平均搬迁的工作当中 平均户搬下来这是第一步 要让他们能够住下来 而且是稳下来 还能够脱贫 这可能是更加艰难的工作 我们是如何来解决这部分的问题呢 当年宁德 就是创造了这样一些做法 一个呢 他在原来居住地的 这些分的地分的山林 这个还是承包权 还是在他 那么他通过转包 通过让一些专业户去经营 这样的每年他可以收一些租金 下山来之后 刚才说这些地方 往往相对找的都是 有一定产业基础 生活条件 自然条件 包括生产条件 要比原来居住的地方要好得多 这样的他在当地 有的能够务工 所以两头他都各有一部分收入 这样生活改善了 心就安定了 他就不会老想再回到山上去了 根据规划 福建省将投资90亿元 实施扶贫搬迁造福工程 共约50万贫困人口 到2018年全面完成搬迁任务 从根本上改变生产生活条件 增加收入 除此之外 福建省还开展了龙头带动工程 扶贫小额信贷工程 贫困劳动力培训工程 以及实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工程 而所有这些政策的背后 都离不开 基层务实给力的带头人 具体的来执行来推进 他们的工作怎么干 再来看看 白礁此村 位于厦门市同安区的西北部 海拔近1000米 山脚下的盘山路 弯映而上 需要绕230多个弯道 才能到达村口 30多年前 正是因为这里交通不便 资源匮乏 成了厦门这个沿海城市 海拔最高 经济最落后的贫困村 从1995年开始 厦门市委组织部 开始了长达21年 不间断的挂钩帮 陈海黄就是眼下 下派的白礁此村 驻村的第一副书记 这一天他再次来到 村民养春城的家 商谈征地的事情 安日点的 征用你家的茶园 那希望你能够配合 那不要啦 我的茶园很少啊 不多啦 那不然你就 要白人的地啊 搞一坏坏坏坏坏 原来在白礁此村 有一处滑坡地栽点 涉及26户 102口人 必须尽快搬迁 前段时间 在完成招标工作后 以前零50万人的建设资金 也已经到位 但是 由于新的安置点的建设 涉及32亩茶园 牵涉到部分茶农的利益 这些天 陈海黄一直走向串户 做群众工作 理由再说吧 我们跟儿子三两个下来说吧 好不好 这次安置建设 要占杨春城家里 两分地的茶园 虽然面积不大 但以后每年都会减少五六百元的收入 这让杨春城心里 老揪着快疙瘩 陈海黄看出了杨春城的心事 一边给他倒茶珍水 一边摆事实 讲道理 这已经是陈海黄 第十一次家访了 软磨硬泡了近一个小时 杨春城最终 还是答应下来 以后有 安置地 有房子 要给我 如果有些人 优先照顾你 对 你说话要算数 我说话算数 助成干部说话算数 建杨春城拍板决定后 陈海黄立刻找来工人 到现场测量 杨春城的茶园 长二十米 宽二点五米 属于集体用地 每平方米 按照七十元的标准 来进行补助 五十平方米 那我们每平方的 补助标准是 七十元 那总共是三千 补偿给你三千五百元 这个我们会 打到你的账户 关于这片三十二亩的安置地 陈海黄 还有一个更大设想 因为正处于村口的山门处 村里山地多 连个像样的停车场都没有 所以这次 他将停车场 和一个小型绿地花园的景观 也设计进去 正好配合现在的美丽乡村建设 站在椅边的杨春城 细心地听着 似乎也看到了自己家乡 更美好的未来 而正是因为被陈海黄 这种扎实的工作作风速打动 村里剩余六湖 不统一征地的群众工作 有其他党员干部主动承担起来 带头共同推进 从2013年开始 厦门市同安区组织部 下派像陈海黄这样的住村干部 就有20多位 每隔两个月 还会选派一名年轻干部 住村蹲点 同时 选派农业部门专业基础人员 大学生村官等长期住村挂职 在他们的带动和努力下 目前白礁此村 已建成农江乐三家 带动村民再就业60多人 创造经济收入约200万元 2016年 白礁此村村民人均纯收入 预计可达15000元 将是1986年的近27倍 我知道您在几年前 也曾经到白礁此村的 去调查 去调研 那么当时您看到了 这个村的贫困的状况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事情 给您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影响 我去的时候 已经通公路了 当年总书记 在厦门工作的时候 上个世纪80年代 那是没有公路的 是骑着自行车到那个村去的 有的坡高 根本骑不上去 上坡的时候 自行车就得推着 甚至于扛着才能上坡 我坐中八去 现在有这个条件了 我看着山崖下边 确实心里是有一点发慌的 但是我就是在想 我坐着中八进白礁此村 当年总书记是 推着扛着 骑着自行车 去这个白礁此村 这个艰苦的程度 那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选派干部驻村 这是一个推动整个 脱贫攻坚工作 能够顺利进行的 一个非常好的机制 但是它在体现精准的同时 我们是如何做到精准呢 我们的干部刚到贫困地区去的时候 应该说情况不了解 而且又加上条件很辛苦 所以一开始的工作难度是比较大的 但是一个他们带着感情 带着对贫困群众深厚的感情 第二就是带着责任 强烈的这种精准扶贫 脱贫的责任感 第三就是要带着办法 还得要具体的办法 有感情有责任 还要有办法 2004年以来 福建省累计从省市县三级 选派1.6万名党员干部 到1.1万个贫困村 驻村任职 涵盖了77%的建制村 其中任第一书记的2400人 十多年来 各级有关部门 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170多亿元 实施了10万多个项目 实实在在让群众得到了实惠 十二五以来 全省扶贫开发对象 从140万人 接成到2015年底的45.2万人 农村地区贫困人口发生率 由2010年的5.42% 下降到2015年的1.65% 省长我请您对过去一年 福建省的扶贫工作 做一个总结的话 比如说我们用不满意 满意和非常满意 您会怎么来形容呢 这个扶贫的满意不满意 我觉得最可靠的 就是要让这些贫困的农民群众 自己来评判 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总书记讲 贫困群众一个不能少 所以我们每年就是按照 20万群众脱贫的任务 坚决地完成 困难再大 我们想也没有群众生活在 那样一种贫困状态下 他的一家一户的难处大 我们现在对全省的贫困群众 还有45万2000人 这么一个数字 那么这些群众脱贫 我们完全有这个信心 来按照固定贫困户是18年脱贫 同时19年 20年继续巩固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今后还要持续的来进行 脱贫攻击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内容请下载 央视财经客户端 稍后请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 其他节目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